林复元1965年生于台湾嘉义大林 县区南投草团 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硕士 目前任教于建国科技大学 这次所展出的水岸异象 林复元水墨创作展 是经由内心转化为画作的情境所呈现 是先前创作后续的延伸 我这一次的主题是以 水岸异象作为一个主轴 那这个是延续我在五年前 在台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研究所 然后再做一个创作的一个 万象生机能稳情境的一个后续的 然后再去做一个延伸 那因为我特别的偏好 水岸异象里面的一些动植物 在这一方面呢 我是特别的去做一个观察 然后实际的去做一个实景的描绘 然后借由心灵的一个转化之后 然后成为自己的一个情境 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和林福元老师认识二十多年 林老师的创作历程相当辛苦 天赋加上后天努力 画作涵盖了书法 水墨 水彩等等技法 每一次展出都让人动容 林老师喜爱绘画 不过从小因为生活困顿 所以从写表辈在维吾文录 以至于到台湾艺术大学去进修 这个心路立场 也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 从整个作品来看 我们可以了解 他对这个乡土的爱 甚至于对一草一木 明山大水 都有相当多琢磨 那尤其在琢磨的过程里面 也非常细致的来表现 所以可以看出他作品的伟大 林福元老师化作清新自然 尤其是动植物的描绘更是真实 让人觉得深入其境一般 像走到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非常的清凉的感觉 而且这种树枝的变化也很多 感觉上就好像生力其境一样 而且他的用色 就是墨色的那种浓淡 非常层次非常的多 林老师的画作独树一格 台湾各大奖项几乎都让他得光 李古摩大师也说 林福元老师的画作 无论是构图 空间留白 天光云影 以及复杂处都处理得很好 林福元老师则是相当感谢 亲友的一路支持 让他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未来也将继续努力 将画作做最完美的呈现 随暗异象 林福元水墨创作展 展期至8月19日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之交